大腸癌延續六年 蟬聯所有癌症發生的第一名 奇怪 為什麼會是我 對許多人來說 癌症彷彿就是死神的陰影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腫瘤個案管理師吳立月 做醫師與患者間的橋樑 完成治療率達九成以上 智慧仁醫守護愛 與您分享吳立月 與大腸癌病友的故事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智慧仁醫守護愛 我是梁中招醫師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統計 大腸直腸癌已經殘連六年 是發生率第一名的 而且很多潛血的反應 症狀都不明顯 所以很多會錯失 寶貴的治療時機 今天很高興為您邀請到的是 花蓮慈激血中心 大腸直腸外科的 賴皇人主任 以及腫瘤的個管師 吳立月個管師 來到我們現場 賴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立月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賴皇人花蓮慈激醫院 大腸直腸外科主任 專長大腸直腸腹腔微創手術 造福花東地區民眾 把病友當成一輩子的好朋友來照顧 吳立月花蓮慈激醫院 腫瘤個案管理師 擅長傷口與罩口的照護 護理品質因為創新巧思 而獲得專利肯定 目前主要照顧大腸直腸癌患者 熱心親切的態度 用心協助病人了解疾病 面對疾病 多次獲得優良護理人員表揚 在節目進行之前 首先為您介紹 堅強的抗議團隊 首先是我們的 王立信副院長 大腸直腸外科的張乃元醫師 大腸直腸外科的專科護理師 劉思敏護理師 劉明利護理師 以及大腸直腸外科的 王秀年護理師 洪玉婷護理師 觀眾朋友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call in 038561337 來主任 聽說有那13歲就得到大腸直腸癌了 這種癌症的趨勢 有沒有年輕化的趨勢 的確根據一般醫學研究 小於50歲比較年輕的 大腸癌患者一般都小於10%以下 這幾年來根據我們花蓮池基醫院的統計 那這些小於50歲的患者有上升到13%14%的趨勢 的確這個成長率是在上升的 所以的確是我們有觀察到比較年輕化的趨勢 所以難怪殘年6年的冠軍 這10年來已經有將近15萬了 相當於一個城市的民眾得到大腸直腸癌 我們來看這一段 在台灣從2006年開始大腸癌發生人數首次超越肝癌 6年來新增人數年年增高 蟬聯冠軍 根據衛生福利部的最新統計 每37分鐘就有一個大腸癌新增病例 肝癌名列第二 每47分鐘增加一例 肺癌則為第三 然而大腸癌的死亡率 則是十大癌症中的第三名 飲食因素造成大腸癌 這已經是不容置疑的地方 高油脂的食物 低纖維的食物 發生大腸癌的機會多 那麼胖的人大腸癌的機會比別人 起碼多個10%以上 國民健康署從2010年開始 積極推動四大癌症防癌篩檢 三年多來篩檢出大腸息肉的發生率 不但大幅上升 而且有年輕化的趨勢 然而發生率雖然高 值得慶幸的是 大腸癌容易找到病兆 只要給予適當的治療 可以有相當不錯的防治效果 第一期都有90%以上的存活率 第二期都有八成以上的存活率 第三期都有將近七成的存活率 第四期有30%的存活率 依照癌症登記資料庫的顯示 約有14.4%的大腸癌病人 沒有在診斷後三個月內接受治療 相約也有少抽了 賴主任 想要請問一下大腸之障癌 是怎麼樣發生的 的確大腸癌目前醫學研究來說 主要的成因還是不是很明確 但是目前看起來 還是跟我們的遺傳還有飲食 有相當的關係 像我們國人目前飲食比較西化 大部分都高油低纖維的飲食 然後或多攝取一些比較加工類 含硝酸鹽硝酸鹽的方面的食物 甚至於一些探考的食物增加了以後 其實都會造成我們腸道的負擔 增加里癌的機會 剛才在VCR你也知道 越晚期治療效果就越不好 所以要早期發現 要早期發現當然要知道它的徵兆 有哪些徵兆呢 為什麼我們都容易會忽略掉 的確一般大腸癌的早期徵兆 跟一般的腸胃道一些徵兆 蠻相似的 所以一般民眾都會自己以為 自己最近得了腸胃炎 是不是自己最近吃得比較稍微 這樣子等等的症狀 但是有幾點 一般提醒民眾要多注意 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最近發生血便 像比較暗紅色的大便 磚紅色的大便 或者最近排便習慣 跟之前有點不一樣 變得大便比較細細小小的 或者最近突然 變有一些貧血的症狀 肚子容易脹氣 打嗝 噁心 想要吐等等的 這些都要及早就醫 是不是可能都是 大腸癌的一些症狀 對 其實我們對自己的身體 要多照顧 排便習慣 有些人就很隨便 都沒有很注意 不正常 當然要看大腸子從外科 可是他一看 有時候會怕檢查 我知道檢驗有很多種 大概有哪些檢驗 對大腸子障癌的發現有幫忙 的確我們政府很照顧我們的民眾 現在一般我們的大腸癌的篩檢 一般50歲到75歲 我們都有提供免費的 這個大便前血反應 這個一般民眾都不用擔心害怕 只要把你不要的大便 挖一點送來醫療院所 就可以立刻獲得這個 是不是有這個初期的篩檢 但比較進一步的呢 比較有癌症病史的人呢 我們比較建議就是做大腸鏡的檢查 現在各大醫療院所也有提供無痛 麻醉方式的大腸鏡檢查 其實一般民眾都可以放心 現在我們的醫療服務越來越精緻化 越來越人性化了 對 可是剛才在VCR裡面 發現大腸植檢查跟飲食非常有關係 接下來就可能說 在飲食方面要注意什麼呢 那素食是不是有些幫忙 的確 我們要把握主要一個原則 就是室有量少一多 我們要有高纖維的飲食 要有高鈣的飲食 要有適當的運動 要有充足的水分的攝取 量少就是少油 還有就是說 少肉 少肉類的食物的確的確 那要多盧素 對 就有幫助了 所以素食 幾乎剛才那個 素食就可以把前面的 就cover掉非常多了 其實當然賴主任常常都會診斷出來 可是有些病人不太願意面對 這時候我們的隔管室 立躍也就發揮它的功能 我們來看這一段VCR 吳立岳花蓮慈濟醫院 腫瘤個案管理師 主要照顧大腸直腸癌患者 他正在追蹤了解 個案治療後回家的生活狀況 喂 黃蜂喔 我是立岳啊 對 鼓毛會痛喔 你有跟賴醫師說嗎 如果很不舒服 你又沒有去跟賴醫師說 我會跟賴醫師說 你就回去他門診看他 放著也不是辦法 我們其實就是取代這個 在外面門診 就是沒有回來 回答醫院的這一段時間 他有什麼問題就可以詢問得到這樣子 部分新發現的個案 讓立岳吃病門羹 但立岳認為這是正常反應 病人一開始都是害怕的 然後還有不確定感 那還有台灣的文化的關係 他會覺得生病是報應 還有羞恥 立岳尊重他們 但不會放棄他們 如果是我們個案管理師 提早介入的話 給他一些他想要的答案 還有他不確定的東西 讓他的不確定感得到改善 那他就會勇敢地面對這個治療 39歲的劉國強被診斷式直腸癌第二期 他勇敢接受治療 28次電療之後 接著完成切除手術 他記得立岳給他的第一通電話 讓他原本徬徨的心情穩定了下來 從精神 還有一些心理方面 就是給我很大的算是鼓勵 還有安慰 就聊了滿久了 我是覺得實際上是最大的幫助 就是不會去害怕面對這種疾病 對啊 痛是騙你的 但是一定要冷慢 劉國強 早 今天還痛嗎 有一天一天不痛 盡量不要拉扯到就不會了 劉國強雖然不甘心自己這麼年輕 就得到癌症 但回想自己17年來幾乎都是萬食 很少吃蔬菜水果 加上工作壓力 常常晚睡 都是容易治癌的生活習慣 他選擇接受疾病 也給自己重生的機會 算是有嚇到了吧 對啊 嚇到說 就是改回來這樣子 嗨 張先生 這位單身的張先生屬於直腸癌第三期 他希望自己出院前就能學會處理灶口 畢竟自己的身體要自己照顧 這個也沒有人願意碰到 對 你要靠自己 靠自己 因為你已經碰到了 你要有那種毅力 要有那個心情 而立月熱心積極的態度 溫暖的笑容帶給他很大的信任 我是很信任醫師 但是我怕萬一我自己處理不來 還是我所有感到腸胃怎樣怎樣怎樣 沒有辦法照顧自己 我都會問到我的管理師 腫瘤個案管理師 像是病人的家庭護理師 陪伴和支持病人接受治療 提供病人和家屬相關資訊和諮詢 同時也是病人和家屬 與組織醫師和醫院之間的重要橋樑 或許我們聽一聽他只是問說 我手術後可不可以吃什麼饅頭啊 什麼蛋糕啊 這對我們來說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他就是迫切的想要知道 他可不可以吃的 所以這種生活上的小事才是很重要的 這個維他命B群吃的精神很好 立月我知道根據統計 大概有14%的病人 可能就剛才講的 不太願意接受治療 那這些病人你怎麼來協助他們 我通常會把他當作自己的家人 那我當然也希望他把我當作自己的家人 那用傾聽的方式 在傾聽的過程中 從這個 因為我們花東地區的關係 很多都是因為交通因素跟經濟因素而 中斷他的治療或是不願意治療 那所以我都會用這樣的方向去引導他們說出他們的問題 那轉介相關的資源 那再來就是經濟方面的問題一定會有營養的問題 營養的問題是最影響他們中斷治療的因素 所以這三點其實身體他們會交給醫生 那其他的部分都是沒辦法解決 就靠我們去幫他轉介資源那協助他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像 我知道你一定很多吃閉門羹的經驗 可不可以分享你那個吃閉門羹的經驗 跟我們再怎麼來幫忙他們 其實吃閉門羹本來就一定會遇到 那其實個案管理師走在這個病人被診斷出來的前端 他們一定會被拒絕 那最常遇到就是第一點就是 他會常常覺得我們是這個詐騙集團 因為不認識的人打電話到家裡 那通常我是會很以這個很平常的口氣跟他們交談 那取得他們的信任 所以都像剛才影片中的國強 他也是我們第一次都沒有見面 那我打電話給他 所以他就是取得那個信任關係 就會把他所遇到的問題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再一一幫他做解決這樣子 對 其實你們也很辛苦 尤其像這種大太陽 你看你們還用騎摩托車去加訪 其實了解一個病人的家屬的情況 或家庭狀況 對他的幫忙一定非常大 知道他面積的困境 那當然他接著就會問我們的專業人員 賴醫師我有什麼治療 是不是一定要開刀 聽到開刀腳都軟了 這個拒絕率可能又要有我們個管事處 他是不是要開刀這一條路 當然目前大腸直腸癌 最主要還是手術切除的治療 但是所以目前我們 台灣全世界都積極在發展這個微創手術 就主要就是降低病人對手術的疼痛跟恐懼感 那當然術後我們會服務於一些化學治療 標靶治療 像直腸癌還堅以這個放射線治療為主 當然手術治療是主要的 那放射線治療 化學治療標靶治療是輔助的治療 對我知道很多都可以降低它的復發率 就盡量那之後呢剛才看我有罩口 對有些會造成日常生活都不方便 那我們個管事應該有一些協助 可以協助哪些事情 在這個手術後 其實最常遇到的是排便習慣的改變 最常遇到的是平便 那其實平便我希望教導大家的是說 除了這個油炸類辛辣的食物不要碰之外 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就是說什麼食材吃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會有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這是自己要自己做的功課 要自己了解 那另外最常遇到就是人工肛門 就是所謂的罩口 是大家最不想要在手術的時候遇到的 那也因為這個醫師的技術的精進 所以很多原本要開罩口的病人也減少了很多 那在生活上罩口呢其實如果說 你飲食上跟活動上如果正常的配合它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回歸到上班去上班 正常的生活這樣子 我們知道大腸有時候切得長有的切得短 有的是切到直腸 所以它排便習慣一定會改變 那根據你們的專業哪些食物來搭配 他們就可以過得很好 可是有時候病人還是半信半疑 可是如果你有病友會的話 同樣的病人跟他來分享一定效果非常好 我們來看這一段 這場專為大腸直腸癌病友舉辦的音樂會 除了邀請花蓮地方團體 還有病友家屬帶來團隊 演奏二胡為的就是感恩醫護人員 過去對父親視病如親的照護 感覺很難得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就過來這邊 因為自己同學裡面也有這樣的一個病友 懷著一個感恩回饋的心靈 到這邊來跟病友們做一個心情的一個分享 音樂饗宴陪伴病患與家屬度過假日時光 在愉悅的氣氛中也呼籲大家勇敢面對疾病 其實生病並不可怕 可怕是自己的心靈 如果能夠開放自己的心靈 勇敢地踏出來 其實還是可以活得很好 可以過正常的人生 這個做就是這樣 對 它就多喝水 多喝水嗎 對 喝水要運動 無力院忙進忙出 細心張羅大小事 他是舉辦病友會活動的幕後工程 這次特別邀請慈基志工協助 設計適合大腸癌患者的點心 這次就是以清爽清淡為主 那盡量就是盡量不要油膩 所以就是用天然的方式去調 怎麼可以做得這麼像奶油 沒有 它是馬鈴薯泥 但是因為馬鈴薯泥 如果你放上會比較平淡 所以我們想到說用壓花的方式 那其實沒人剛剛看到以為是 奶油都不敢拿 我說不是 是馬鈴薯泥 醫療團隊認為有必要借著活動 邀請病友和家屬出來走走 可以認識跟他同樣起訴 同樣問題的人 甚至剛好在接受治療的人 知道他有什麼副作用 那這些副作用應該怎麼解決 立元說國中的時候看到爺爺手術時 大出血而往生 深刻感覺到醫療的重要 因此克服自己對血的恐懼 選擇了護理這條路 第一次看到血的時候 我是一片黑的前面 後來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 做了護理工作之後 就覺得真的也沒有什麼 其實就是救人的工作 成為腫瘤個案管理師 更是希望能夠提供病患一系列的幫忙 而他的熱誠生活團隊與患者的肯定 他是一個很非常專業的照口護理師 之後他轉任這個癌症個案管理師 那現在的角色就比較像是這些病友們的保母 十分痛啦 感覺就跟你像朋友一樣 好像認識很久了這樣子 所以你做到了 這樣盡早下來你就會覺得很好 有一些病友他是有一些照口在身上 那如果像立月他本身之前當過這個玫瑰的仙子 他更了解這些病友在生活上所會面臨到的問題 他會產生的一些狀況 能夠帶一些慶喜 帶一些快樂給我們 帶一些一來就是 一定有小火草消息 那是快樂啊 喜歡啊 歡迎啊 跟病友之間互動 病友都把他視乳擠出 就好像他們家的一份子 他們的女兒一樣的看淡 所以立月真的在這個角色上辦得非常的秤職 這是你的充電器嗎 他就是有這種熱誠的事嗎 不過他也不會這樣子 上次我住院的時候 我一通就要說我重練去忘記拿 他馬上就跟我不服 立月 你最主要你會走護理工作 現在是爺爺往生嘛 那一路走來 最給你支持的力量是什麼 跟我們分享一下 病人帶給我的信任 那他們的信任讓我在這個護理的工作更有使命感 那這使命感包括到病人要往生之前 他會交代我說他不要急救不要插管 要我在被送進醫院的時候一定要幫他代言 所以在這一部分其實病人跟我說的時候 然後我都會想說就是又要失去一個家人了 那我也會告訴他們說放心好了 我一定會照你的話去做的 那死亡這件事是無法避免的 但是我希望在他這個往生的過程中 可以得到很好的善衷 其實你剛才最後可能跟他最親密 甚至於我知道有些甚至於說要捐 把他愛這樣融洞要堅錢 都委託你來幫忙 當然我們知道說這些很多就是 都是你在成長過程中慢慢學習的 可是我知道你也很發心 自己還自費去參加四川的疫診 大家知道詞記的都是自費自駕區 經過這一段也讓你改變很多感受 要很多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四川震災是一次的機緣 因為震災大家知道四川是一次大地震 那那一次需要很多的這個外科的 有外科經驗的人 所以我是這個傷口的招呼小組 所以我當然義不容辭就是報名參加 那我覺得自費自駕就是這是出自於內心 所以自費自駕是我覺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去到那邊震災的時候 有很多小朋友其實他給我更大的勇氣 因為大部分都是流失就是三代王生去世的小朋友 但是小朋友都會說家沒了房子沒了家人沒了 但是他還要很有勇氣的活下去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我身上我可能沒有這一股勇氣 對那這一股勇氣也是讓我在這個慈濟之夜體裡面 更一直想要待在這邊的一個因素 因為只有在慈濟裡讓我有擁有那種感覺 就是家人的感覺 其實尤其是醫護人員在災難那一現場 我們就是他的家人 賴醫師是大腸直腸癌的專家 最後還有什麼要提醒我們病人的 就是提醒病人我們平常要多高纖維的飲食 低油脂的飲食 攝取高鈣的食物多運動多補充水分 那保持生活作息的正常 就會有長長久久快樂的人生 對其實這樣要早期發現 早期的那個治療 那我們就篩檢要做大腸直腸還要做 尤其有洗肉的更要定期的篩檢 的確 那飲食的注意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很高興立岳還有賴主任 來到我們現場 謝謝 謝謝賴主任 謝謝主任 謝謝立岳 在台灣有將近四成的婦女 一生中會發生骨盆器官脫垂的病症 其中膀胱脫垂常造成病患貧尿 尿失禁 減尿困難等症狀 生活的品質是真的非常不好 人會變得很燥 現在透過病患自體 引導前臂組織 來支撐脫垂的膀胱 並懸吊於下腹部 避免併發症 且成功率可高達八成 本週之為人以守護愛 婦女泌尿科醫師 如何利用改良後的術室 有效解決膀胱脫垂的困擾 會不會做到的術室 然後我們會做到的術室